欢迎大家继续回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是105年中华民国的5月20号 新任的第14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在9点钟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就将要接下马英九总统的棒子 成为下任总统 而马英九在9点15分以后 就要成为一位前任总统平民老百姓 好11点05分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就要走出总统府 在11点10分的时候 他将要进行就职演说 这个就职演说会不会形成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股市的影响呢 今天的股市在11点到1点半中 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国台办也会有回应 好8点11分23秒 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 将由这个Coco早餐的制作人 陈秀如来告诉大家 今天现在总统府前的就职广场的状况 好现在正在进场当中 那按照这个就职的这个形成设计 9点钟的时候呢 蔡英文将要宣誓就职 而目前很多的记者都在蔡英文总统的敦化南路的住宅 宅邸前面要等他从8点45分登上他的坐车来到总统府 大家今天到底是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鞋子 什么样的装扮 立刻就会见分享 已经说了他会有淡妆会有自然色的口红 然后还是穿着他的平日的裤装 跟他的黑色的皮鞋 并没有因为要就职而有新的这个装扮的购买 好刚才提到了在就职典礼之后 立刻要任命的就是行政院长林全 总统府秘书长林彼昭 国安会秘书长这个吴钊燮 任命完之后 立刻他们要宣誓就职 宣誓就职之后 这些人呢就要立刻交接 而其他的部会首长也要马上的这个能够就位 那在就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整个这个政府就要在今天来运作 在这个运作的过程里 总统蔡英文也要在总统府来接近 啊驻外使节清贺团跟外宾十一点十分 他要接受万民欢呼发表演说 现在在总统府前面有非常多 蔡英文的支持者特别是南部的乡亲 他们从今天凌晨就坐游览车分批的来到总统府 我们现在请邱如来告诉大家 在现场有哪些这个我们的蔡英文的支持者 跟来参加这个就职典礼的民众啊 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邱如 嗨 柯姐好 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好 你现在在哪 对 我现在是在总统府的凯道的北广场这边 是 北广场 目前现在就是有很多管理的嘉宾都已经就定位了 那他们头上都有戴着管理舞宝中的纪念于服帽 因为既然天气是有点热的 好 那我们现在现场有一位嘉宾是高雄市的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的副理事长 蔡宗基先生 对对对 那我们请蔡宗基先生跟柯姐联系 好 蔡先生您咋呀 你好 你好 你是跟哪一些团体的人士 不是你一个人的吧 就很多的乡亲都一起大家欢欣鼓舞的来到了现场吧 你们是什么时候出发来到这里的 我是昨天晚上从高雄 哦 是哦 搭高铁在台北过夜 哦 好 今天早上一大早差不多六点半了 六点四度我就到会场了 就到会场了 辛苦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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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有参加过总统就职典礼吗 还没有 就是头一次第一次 得改 那您从高雄来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一下 高雄啊 这个南部的这个 我们的民众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民进党的 完全执政的蔡英文的政权的交接 哦 大部分都很高兴 对于这种很难得的机会啊 这政党伦地很难得的机会 对 是的 是的 蔡先生我们的民众最关心的是什么题目呢 因为今天十一点钟蔡总统要 你也姓蔡 蔡家的最高荣誉 对对对 很荣幸 跟他一同性 好 请问你我们一般市民最关心的是什么题目啊 十一点多的时候蔡总统就要致死了 因为我是以观光产业 观光师业 观光产业 领馆业来参加他的旧旨大典 对对对对 所以你对于观光产业 我请问你 你有感受到你的客人里面有很多是跟大陆的观光客有关吗 高雄也有有有很多 那你们担心两岸关系变化会使你的事业受到冲击吗 冲击现在是有一点点冲击啦 我像这个是斩斩的阵痛啦 你觉得是短暂的阵痛啦 后期可能会好 会好 后期可能会好 你比较乐观啦 那请问蔡先生 你们的同业有有这个比较惶恐的感觉吗 就是说对于未来 有 你说没有是收房的 都会有一点空房啦 那有什么方式来因应呢 或是用增加其他的观光的吸引力呢 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我想在蔡总统就职之后 她可能会朝向跟你以前一样啦 不要说不懂不读那些 因为她可能可能不会啦 因为要以台湾的观光发展为基础啦 因为观光产业是一个无严重的事业 对啊 对对 而且还是带动我们台湾的经济 包括游览院啦 蔡英文啦 都有相当带动的关系 好 你的意思是你认为其实蔡英文主席总统当选之后 他的和平的两岸之间的关系的宣誓 应该只是阵痛 将来还不会有长期的冲击跟负面呢 好 谢谢你啊 蔡先生 我是高雄市领导公会的副理事长 哦 是 你如果有相关的事情高雄市的 高雄现在的旅馆业会担心旅馆要 因为大陆客的减少会有什么其他的很 最不想看到的状况出现吗 旅馆业 因为现在在我们高雄啊 香港啦 日本啦 泰国 韩国这些我们观光产业 都很向对外去推广 包括我们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都有到 日本的那些去推销推展 所以你觉得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多元化把这个 消费者吸引来 所以啊 还算是可以度过这样的变动 你的意思是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 好 因为我们现在是朝的 把所有的金帐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对 现在就将来把它分开 好 就不要完全依赖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嘛 对不对 对啦 大陆我们也是相当欢迎啦 但是我们要朝的 也是要朝着别的 国家别的区域 去推销 去推广 嗯 好 非常谢谢 是的 连堂祝您的事业都辉煌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扣姐 谢谢 谢谢 谢谢蔡先生 有时候也大高雄嘛 好啊 谢谢高雄的旅馆工会的 谢谢高雄旅馆工会的 理事长蔡先生 好 8点19分16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您继续收听扣扣早餐 您也感受到 在总统府的 就职 总统就职典礼的 庆典活动当中 已经开始有非常热烈的气氛 9点以后就有正式的活动 我们昨天访问的赵一祥 跟陈明珠 他们要登场主持节目 欢迎鼓舞 新的时代 新的来到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时间是8点33分 13秒 岛屿出现天光 9点钟 蔡英文就要宣誓就任总统了 在总统府广场前面 有非常多的 管理者 其中有几位关键人物 我们现在要跟 柯导 柯一郑导演来联 请客大早 嗨 可可早 你今天的心情怎样 有没有想哭 很好 很好 一种新的希望 新的希望 大家现在对于一个民进党全权执政的政府 其实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希望太高 恐怕最后就会有很大的心情上的变化 这一次的子风车主办的总统府就职广场的活动 您也参与吗 对不对 是 那你希望今天大家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个前面的庆祝活动的各种安排 我倒是认为那就是仪式的一个部分吧 就是让他热热闹闹 然后做一个宣告 然后新政府就开始上路 应该有一个心情 其实一开始应该不是怎么做事 是怎么知道人民怎么去听人民真正的声音 你觉得他们有听到吗 应该要更多吧 所以有听到但是没有听到更多 昨天关于社运 昨天社运团体的那些抗议 后来你有出来说不是民党的问题 你还非常这个客气宽大 我们因为我不认为那个表演有错 因为那个是在宣扬那个 是善意 学运跟社运的那个努力跟功劳 对 被误会了 但是大家误会了 大家看到那样就以为是在消费他们 其实不是 后来你们沟通的结果之后 大家就互相了解了吧 我们是把那些牌子拿掉 对 可是那个表演还是在 只是没有那个牌子 我觉得大家看了会了解 嗯 柯导其实指风车啊 在过去这十数年来到各地啊 去表演的活动 表演的戏剧 不管是各种演出 其实都跟今天的演出很像 你们其实是深入各民间 让民间知道台湾民主 然后跟台湾社会演变的发展 最后才累积成为选票耶 对对对 其实也是这样子 让我们能够到各地更了解 对对 各地的心情 嗯嗯嗯 不过你唯一的遗憾 我我们唯一的遗憾 是你没有去进到立法院 下次努力吧 没没没 下次不会 但是我觉得 我我其实真的很 呃寄望新政府能够做好 因为翻转了 但是一定要好 让台湾人民还有幸福 啊 你有信心吗 呃 一半 哈哈哈 因为我们现在还要 兼具那个监督 嗯 我希望能够协助跟监督这样子 哎 让新政府更好 好你讲的很实际 因为你也一样 你尽了很大的努力 没有我也只有 我也是一半 哈哈 大家一起监督 非常恭喜科导 嗯 嗯 因为科导代表的 一种精神跟一种力量 谢谢你 谢谢 我讲一声 你在新加坡那个表现真的是 记者的专业跟勇气 好 谢谢你 那个一百二十分 好好好 谢谢 谢谢科导 谢谢 好 大家恭喜 啊 谢谢 嗯 柯一镇导演刚才说的这句话叫做大家 恭喜 大家恭喜的背后 其实他是非常平实的告诉各位 一半的信心 另外一半就是希望能够鼓励我们的这个新政府 这一次的民进党的执政跟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情况不一样的是啊 民进党是全全全面执政 除了中央政府拿到总统啊中央执政权之外 在地方还有六都当中的五都哈其他的县市也都是囊括啊全全啊民国民党只剩苗栗花莲啊花莲还是五党级啊南投这些地方对于民进党人来讲当然是心情非常的这个激动而复杂的徐国勇委员他他在2008年的时候的竞选立委失败哈八年再也现在回到我们的立法院徐国勇委应该也是心情的 上面有各种不同的滋味吧徐国勇委员 哈啰 徐国勇委员 喂 可可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你今天的心情应该很复杂吧 哦 今天一大早很忙 因为啊 又要送我们里面的选 选民 选区的选民他们有人要去管理 我还要负责当司机送他们到怀里 我真的 哦 你好周到哦 当机法院的车准备到东府去了 好 其实你自己是当立法委员当到2008年对不对 对 我到2008年然后接下来就落选了 落选八年再也对不对 八年再也 好 今天的这个蔡英文当上接任总统 跟以前陈水扁实在不一样的是 国会现在也是民进党的多数 刚才柯一正导演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大家恭喜 但是他对民进党政府的翻转的执政 有一半的信心 并没有全部的信心 你自己怎么看待各界对民进党政府的期待呢 徐委员 我想柯导他讲的话 民进党必须要谨记在心里 现在执政了 我们有很大的责任 所以大家其实这三个月我们立法院虽然是多数 但是我们抱着一个很谨慎的心情 跟戒慎的心情在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柯导的话 代表人民的心声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放在心里 的确人民对我们有信心 但是信心还要建立在最后的执行上面 如果能够执行执政的好 那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心 所以我们现在 给了人家一半的信心这种说法 我能够接受 也能够理解 那我们会努力 好 这个你们是执政党的立委 执政党的立委 在新的这个内阁 林权内阁上任之后 会在立法院的表现上面 会有一些不同的约束 或者是更大的发挥吗 约束是没有 到现在为止 我们党团开过很多的政策会议 对于这种约束从来没有提过 那民进党长期对于 党内的批评也是 有时候火力是不下于 人民对我们本身的批评 所以这部分是不会有拘束 那当然我们在问证上 必然会有一些喘责 那譬如说 以我个人来讲 我可能就会 改变一些方式 那像以前直接提出的批判 那对我们该批判的还是要批判 但是我可能批判的方式会 改成比较迂回一点 这个我也不能否认说 我可能会有这种心态的转变 我相信其他的委员 应该也会这样子 不过 在这里像我们的所有国民 跟我们的公民来报告 你们选我们 那我们会尽我们的职责 那该批判的 嗯 该建议的 该劝导的 我们都会分级分类 那对政府我们也绝对不会守暖 这一点 因为我们是立于监督的地位嘛 所以这一点 可可卷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表现了 好我们也京都 但你们也不会放水了 不能放水 你会骂我 好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个人在个人的岗位上面 对不对 恭喜徐委员 恭喜民党党 今天是一个欢乐的 谢谢可可卷 谢谢您 谢谢徐国人委员 他非常非常的幸运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 不分区立委的排名 第18名 当时很多人说 啊你可能要第二轮 才可以进入立法院 没想到民进党的不分区 得到的票数非常高 席次呢 是到了18席 那也就因为如此 时代力量的不分区 就开始被压缩 所以我们刚才所访问的 柯一正导演呢 他本来是时代力量的 这个立委提名人 很可惜也差了两名 就可以出现在立法院 但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 这个角色上面 都可以对这个国家有贡献 我们向各位听众朋友 承诺未来的政府 未来的国家 我们将要用同样的态度 一贯的这个监督来看待 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人民 为了土地为了民主 不管他是蓝的还是绿的 三十几年来 其实我的态度都是如此 8点41分 59秒 已经42分了 再三分钟 蔡英文主席就从家里出现了 再15分钟我们的总统 就要出现新的总统 那位叫做马英九的总统 他就要变成平民老百姓了 你不觉得很 心情激动吗 这就是民主 民主就是哈 人民的选择 嗯 马英九跟陈水扁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啊 嗯 陈水扁总统 当时在任内就有很多的案子 包括啊 国务纪要费案 但是马英九总统所面临的 今天的报纸上啊 也有非常多的案件 因为他从9点以后 就是平民老百姓 他的刑事豁免权就没有了 台北地方法院跟地检署说 有24个案子等着马英九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司法 能够独立公正办理 立刻回来 Coco早餐 好蔡英文总统哈 已经哈 从他的敦化南路的哈 家里面坐上了总统坐车 这个是呃 那个小圆圈车啊 那个OPPO上面哈 每一辆车都挂上了国旗 他穿的是灰白的西装上衣外套 黑长裤哈 嗯 今天这个打扮跟平常还是有点不一样嘛 平常他是两个东西 都深色的 好这个嗯 等一会呢 他就要出现在总统府 九点钟我们的总统就换人了 换人座 对很多的哈 这个啊 民进党支持者来讲 这是哈 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秋如在嗯 总统府的啊 广场啊 前面呢 来告诉大家 有好多好多的 听这个支持者 跟来观赏的这个民众 大家都欢欣鼓舞 来秋如 嗨 可姐好 来告诉我们现在很多人都 什么个开心法呀 哈 你在你身 现在大家就是都找旁边的亲友 那把总统府都被赶在合照 哈哈哈 对 见顿这个开心的场合 那其实很多的人都是盛装打扮的哦 哦是吗 有原住民服装 那也有外国的服装 啊 还有嗯 外国服装啊 哈 对对对 好那 他现在是在我身边的是一位高雄市的新住民文创艺能协会的理事长 哦 对他的名字叫陈凌凤 那他是来自越南已经来台湾十六年了 是啊 对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先让这个理事长再跟扣这里 好 理事长您好 哈 欢迎你 嗨 理事长 喂 理事长你听到我的话吗 哈 有有有 你从越南来到台湾已经十几年了 十六年 十六年 你的这个哦 你的嗯 国语讲的非常的顺利 你今天是第几次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啊 是第一次吧 第一次 第一次哈 那你在高雄是做新住民文创的事业 喂 啊 是 听不清楚 你们是有多少个这个啊 朋友大家一起到台北来的 很多很多 很多呀 我是来自高雄的 哇 知道啊 你几点钟出发的 我昨天晚上就来了 哦 你们大部分都昨天晚上就来的哈 对 嗯 好 你在现在的心情怎样 你的嗯 你是很开心啊 因为算是第一次我们新住民是能上台北 而且是 总统的就职典礼是最特别的 尤其是女性 对对对对 你讲的很有道理 你有几个小孩呀 我家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都多大了 两个小孩已经国中了 准备啊 中高中了 嗯 那你嫁到台湾来啊 十几年来 嗯 已经全部都飞 都已经非常地融入台湾 是我们大家的台湾人 有 那是台湾的爱 台湾给我们学习好多 嗯 因为我是为马二十岁就带来台湾了 是 就是蔡英文总统 有道 拿过来 就是天人的新住民的那个 那时候是我帮他们主持的 新补奖的这个 哦 郭语讲的好标准哦 对 对 好 谢谢 好 邱如在我们的这个现场 嗯 嗯 然后告诉大家现在 哎 我们看到了 蔡英文啊 总统当选人 他哎 他已经快变总统了 才这个计时当中 他穿的是浅色的上衣 深色的长裤 啊 这个嗯 他出门的时候有跟大家挥挥手 等一下 他就要变成中华民国的第第几任 哦 十四任 总统啊 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七桥版吗 七桥版就是二乘七是十四任的啊 总统今天呢 这个啊 总统的坐车也出现了 改朝换代 嗯 这个当然啊 新人笑 旧人不见得会哭 但是旧人是失落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啊 周美清女士并不会出现在总统府啊 因为他们啊 考虑到蔡英文总统是单身的女性啊 因此由马英九总统个人到总统府去 啊 跟啊 蔡英文交接之后 马英九总统就由蔡英文和陈建仁副总统啊 啊 这个护送啊 离开总统府 马英九时代结束 马英九时代结束 那么中国国民党会被变成一个深蓝的时代 其实今天大家很欢喜 我是不太想评论了 只是当时的民进党是因为陈水扁总统涉及了太多争议跟啊 贪毒的案件 而那个时候的蔡英文他接下了主席的位置 那个时候的民进党并没有往深绿走去 如果那个时候的民进党没有往深绿走去 他们有了八年之后的政权轮替 那要请教现在的中国国民党 如果你往深蓝走去 你的中间选民这一块要怎么处理 时间是8点53分20秒 今天在总统就职的庆典活动当中的最后一首歌 要跟大家由我们的东话国小的小朋友 一起来领唱的就是《美丽岛》 《美丽岛》这首歌曲是由第一位女诗人 台湾史上的陈秀喜小姐所创作 她的原名叫做台湾 后来由去世的胡德夫先生把她作曲 写成了《美丽岛》 这首曲子曾经因为有台独的意识被敬演 敬唱 杨祖军她是第一个把《美丽岛》 唱成一首非常知名的名歌的一位歌手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她们一再重复的叮咛 《碧露蓝旅已起山林》 她们一再重复的叮咛 《碧露蓝旅已起山林》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碧露山旅已起山林》 各位听众朋友 中华民国新的时代来到 我们迎接这一天 也非常勇敢地承担未来的责任 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财恩节目制作人陈秋如 企划制作王孟琪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